他靠一张嘴 为刘邦拿下了七十多座城池 最后却被煮成肉汤 最在韩信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要说起历史上下场最悲惨的谋士 恐怕刘邦的谋士离一击算一个了 说起离一击 想必大家也都不陌生 他是刘邦手下的得力谋士之一 自有喜好读书 富有至谋 却因家境贫寒 因此一直以来都是碌碌无为 为了谋生 他便跑去给人家当看门的门族 即便衣食难寻着落 但离一击的个性却非常的张扬 很多人都称他为狂生 此外 他还很喜欢喝酒 常常混迹于酒寺之中 并自称为羔羊酒徒 在刘邦手下 他多次以游说为名 立下了很多功劳 被刘邦分为广野军 然而 离一击最后死的也有些窝囊 他本来已经游说齐王同意投降 但韩信为了争功 毅然率兵伐起 赶到受骗的齐王便将离一击扔到油锅中 活活烹死 煮成了肉汤 那么 这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本文一起来看一下 花甲之年投靠刘邦 离一击早年的时候庸禄无为 并无太大成就 当陈胜 襄良等起义大军路过高阳时 离一击都非常的轻视他们 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些蜀木寸光之辈 不足以成就大事 但是 等到刘邦的军队经过沉流的时候 他看到刘邦的军队军纪严明 秋毫无犯 顿时间对刘邦产生了敬佩之心 并称赞齐具有雄才大略 是一位真正能成就大事的人 于是 已经花甲之年的离一击 便决定毛遂自荐 去投靠刘邦 游说齐王 公元前204年 韩信奉命攻打齐国 但在到达平原后 韩信却把兵马驻扎下来 一点没有进攻的意思 韩信迟迟不肯出兵 就使得刘邦长期处于被动的局面 十老兵皮 却始终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于是便非常着急 而这个时候 离一击向刘邦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他说 我们应该要马上进兵占领行阳 将熬仓这个凉裤 牢牢捏在自己手中 恶手成高这一处险要之地 并控制太行山等要道 争取掌控住白马金渡口 这又是向诸侯们显示 汉军已经占据了有力地形 形成了克敌制胜的态势 如此一来 那些墙头草的诸侯们 便会知道汉王的厉害 最后也就会望风而归了 随后 离一击又向刘邦分析了齐国的局势 认为此地卧野千里 粮草充足 且其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如果强攻的话 必定会造成不小的损失 最后 离一击向刘邦主动请应 请求前往齐国游说齐王归降 刘邦听到离一击要为游说齐王来归 十分高兴 随即便叫人为他打电行装 让齐尽快上路 随后 离一击便马不停蹄地 赶到了林兹城下 求见齐王 在齐国大殿上 离一击率先出生 问齐王 如今楚汉相争 大王认为结局会是如何呢 齐王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啊 离一击说 这天下将来一定是我汉王刘邦的 齐王连忙问道 这是为什么呢 离一击说 当初汉王和项羽 同时受一帝 楚怀王 拆遣 攻打秦国 虽然楚强汉弱 但是汉王却率先攻下了咸阳 这便是天意所归 后来项羽杀害了一帝 天下人对他痛恨不已 汉王讨伐逆贼 名正言顺 各地诸侯都纷纷前来归顺于他 只有你齐王现在还处于观望之态 却不知道一场灾难 马上就要降临了 齐王听到这番话 不禁大惊失色 随后便接着问道 如果我归降了汉王 汉王就不攻打齐国了吗 离一击说道 说实话 我此次前来 就是奉汉王之命来说服大王归降汉王的 只要你同意归顺 就一定会平安无事 此外 黎一击还向齐王保证 会让韩信写一封同意退兵的信件来 以表示汉王的诚心 韩信不从 黎一击被汉 韩信在收到黎一击的书信后 便对齐王的使者说道 既然黎大夫已经说服了齐王 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 随即便给黎一击写了回信 让使者带回齐国给黎一击 齐王看到韩信的书信 非常高兴 于是便马上下令让守备的军队解除警惕 此时的齐国已经归降了汉王 齐汉已经是一家人了 于是 齐王便设宴隆重地款待了黎一击 昼夜饮酒庆贺 而正当韩信准备收兵 与刘邦合兵一处攻打项羽的时候 韩信仗下的谋士快通 却当面阻止了他 韩信不解地问 齐国已经投降了 我也没有什么理由要去攻打他了 我现在当然要和大王会合 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快通说 将军奉命攻打齐国 费尽心思 才能有今天之局面 黎一击虽然说服了齐王投降 但毕竟还没有最终让齐王归顺 再者来说 将军你也还没有收到大王的军令 如果你此刻擅自退兵 那么将来一定会遭到大王怪罪的 随后 快通继续说道 现在军营里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离一击只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就轻轻松松拿下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 而将军您统领数万精兵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攻下了赵国五十多座城池 如此看来 将军你连一个儒生都比不上啊 你现在不如趁着齐军守备松懈 率领大军长驱直入 定能平定齐国 将功劳全部抢到自己的手中 韩信对此颇为动心 但是他此刻还是有所顾虑 因为如果他此刻率兵攻打齐国的话 那么齐王毕竟会杀害离一击 如果汉王追究下来的话 也同样够他喝一壶的 但是快通却笑着说 将军不想辜负别人 别人恐怕早就辜负将军了 在快通看来 如果不是离一击想去抢夺功劳的话 他是不会让刘邦派他去当这个说客的 韩信听了快通这番话后 便按捺不住了 随即便率领大军 渡过平原 向齐国发动了进攻 由于齐国此时已经投降了刘邦 认为韩信不会进攻 于是便放松了警惕 因此韩信很快便攻下了齐国 而就在韩信兵临临滋城下的时候 齐王大怒 急忙叫人将离一击抓来问罪 齐王指责离一击和韩信串通一气 故意欺骗自己 于是便下令将其扔进了油锅中 活活烹死 原本以为这是自己成就千古之名的黎一击 没想到最后却被自己人坑了 真乃可悲 可叹也 不过话说回来 从这件事上也看到了韩信此人并无政治头脑 为何呢 要知道 此时既然黎一击将招降事宜给齐国说了 并且齐王也放松了警惕 同意归降刘邦 此时的齐国上下皆知道 自己已经是刘邦的子民了 现在只是等着汉王进城宣布照例 但是现在韩信这么一闹 虽然成功拿下了齐国 但是却失去了齐国的民心 刘邦的名声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即便拿下了齐国 但是这也给刘邦日后的统治埋下了不小的隐患 总结 刘邦在得知此时候 心里十分气愤 但是他知道 此时得依靠韩信为自己平定天下 因此只能将罪过推到了黎一击一个人的身上 等着日后天下平定了以后 再将其除掉 在后来刘邦大封群臣的时候 刘邦忽然的思念黎一击 当时黎一击的儿子黎界虽然也带兵打仗 不过齐功劳尚不至于到封侯败相的地步 但刘邦却仍然封他为高亮后 这也说明了黎一击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 当然了 这也算是出于对不明不白惨死的黎一击的某种怜惜和回报吧 参考文献 判书 史记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